近来频频登上大马各大新闻的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财 上个星期正式提名到槟城八六拜竞选后 便积极在选区内展开拜票行程 然而他与一党基层之间的摩擦至今都未完全消停 面对有党的质疑刘华财这么说 其实Bianna Pass这个选区 是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困惑区 他不是马来人为主的选区 所以这个选区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的架构 因为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种族架构就是60多%是马来人 20多%是华人 10多%是印度 所以这种困惑区与马来人多数的困惑区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民政党的 面对外界对国盟执政槟城缺乏信心 也担心会造成当地面临诸多限制 刘华财则强调 民政党在当地有过39年的执政经验 在国盟大会中各方也共同协议 绝对会保障非穆斯林的权益 刘华财透过选举走访各地选区后才惊觉 新商代对于民政党这个创立已经55年的老牌政党并不熟悉 我们在竞选六个州选的时候 特别是在槟城 很多人都开始谈了民政党 很多人都开始了解 原来民政党在这个槟城州署里面 做了39年的首席部长 也为了槟城带来的那么大的贡献 也有的开始才了解到原来 那个CONTA 那个Bihang的Fast的FreeTrack Zone 并为第一个大桥 第二个大桥原来是民政党的时代做起来的 如果最终得不到选民委托 在六个州署都无法破诞 刘华财也不会离开国盟 反而会自我检讨 为何民政党无法获得选民手中一票 再从中加以改进 他也强调 选票固然重要 但参选必定有收获 能让更多年轻选民重新认识民政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